8月22日 有网友爆料韩安然将再次官宣恋情 并透露对方一定致情侣卡通话 迅速引起网友热议 此前与泽西离婚的事情闹得沸沸扬扬 这已经是韩安然第三次离婚了 其原因还是由于婚内多次出轨前男友 此前韩安然晒出离婚登记回质单 这才刚过去7天 这速度也太快了 据网友透露 韩安然在半夜的时候申请要加该网友的社交账号 想找他订补卡通话 当时网友以为这个韩安然是假的 但是又不好意思询问就收了钱答应帮其做话 后来在征求了韩安然的同意后 将这件事发布到了网上 该网友还晒出聊天记录 韩安然拜托网友画的是一男一女 其中女生就是韩安然 至于男生是谁 网友并没有明说 不过韩安然表示 自己过几天就会官宣 消息曝光后引起网友纷纷吐槽 严重怀疑他在挑战结离婚的几迷斯记录 如今韩安然刚宣布离婚7天 又准备官宣 对此你怎么看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